Hello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是小助理一个人 因为小劳当的扁头体的原因 他的那个卖星艳严和扁头体验又犯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过来 今天呢小助理带大家来一次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打卡 这个呢后面是一个 等下我们要自驾开车 要进到山里面走这种特别特别特别 怎么说没有任何的这种有版路 都是这种土路 老的这种土路 要走将近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才能进到最终的目的地 这是沿途的一个风景 非常非常美 表现的下面都是小河流水 这种森林全是这种原始的 我给大家切换镜头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超级美 是不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来过吧 它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难找 很多当地人呢得有需要靠一些地图 才能找到的一个小众旅行地 爸爸妈妈特别特别高兴在后面打卡呢 我们的两辆车停在了后边 我现在完全不想说话 只想听着大自然的声音 大家听 大家听 大自然的流水声 哇 一只大鸟飞过去了 这个地方真的太神秘了 是不是很白 我好兴奋 这边真的太震撼了 这个景真的太震撼了 小河到今天没有来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说我们平时 一定要多家去保护我们的绿色 多家保护我们的环境 保护环境真的人人有责 要不然这么美不胜收的大自然环境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大美新疆 真的太美了 我们现在拍完照之后呢 继续进发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啊 好懒 太可爱了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需要过独木桥 才可以过的一个小河河河 走吧 哎 我这样不怕 我穿了一个菠节 废练是这样子的 哎 好了 哎 快来了 哇 这边随处都是特别特别美的 这边有一处光飞的民房 上面还有两匹马跟仙境一样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 进山 我们现在正在进山 因为现在这个路 我们车没有办法进去了 所以说只能靠我们十一路徒步进去 徒步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越进山中就运了 所以说呢 如果是你们有机会来到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背一件外套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吧 我现在坐在了小溪当中的卢木桥上面 特别有意思 我们坐这休息一会儿 继续出发 给大家切换一下前面的景色 是不是超级美 你可以穿一个拖鞋 来一下 望望望望望的 美国加的南湾 展望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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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现在走着走着就回头看了一下后边的这个风景 看了看 其实有的时候你走的脚步够快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深呼吸回头看一看 其实呢一样美好 好了我现在到了最佳的观景点 背靠纳拉提的纯原生态的这个草原 后边呢是它的一个原始森林和雪山溶水的一个小溪流 我之后呢背景更加震撼就是我们 有点一光 就是我们的一个雪山 一座雪山 这个呢是四面360度全部的景色 浸收眼底 非常非常绝佳的一个观赏点 而且呢听了大自然的声音 鸟叫声 流水声音 还有这个风吹这个植物的这个声音 还有这个偶尔的草莲上的这个马奔腾的声音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如果是你时间充裕的床下呢 你可以选择更加深度的去游玩 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的情形下 好吧 因为今天没有小老婆的鞭策 没有她的管制 我带着四位老人 没人管的一样 我们今天野了一把 因为有老人70岁了 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现在已经是9点05分了 马上9点05分 保证安全的床下我们要完成了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视频就只能录到这里了 之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惬意的晚餐 和父母 双父母去吃一顿比较惬意的晚餐 也是在这种面朝这个草原 原生来的草原的一个民宿 老板呢给我准备了一些 当地他自己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 那我们就晚上见啦 拜拜 哈喽 因为跟爸妈吃的太开心了 结果忘记录晚餐了 那今天就只能这样了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拜拜